欢迎来到成兴娱乐综合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关注频道以接收下一个视频 这是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 迪丽热巴的成名史 作为90后四小发蛋之一的迪丽热巴 凭借着甜美的外表 高挑的身材 自身的努力 不俗的演技以及开朗直爽的性格 收到很多的人的喜欢 人气也一直居高不下 在娱乐圈奋斗的这一十年的时间 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配角完美蜕变成今天的主角 而他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成就 除了甜美的外表 更重要的还是自身不俗的实力 以及不懈的努力 而且这一十年他并非是一帆风顺的 下面小编带大家回顾一下迪丽热巴的完美蜕变 01 出身名门 从小刻苦训练 1992年6月3日 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 全名叫做迪丽热巴 迪丽木拉 在维语中 他名字的意思是心爱的美人 可见父母对这个小千金的喜爱 迪丽热巴从小便是美人披子 高挺的鼻梁 大大的眼睛 像一个混血儿一样 他的父亲是一名专业的歌手 也是国家一级演员 他从小便在艺术的熏陶下长大 慢慢的这也使得他对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父亲想让女儿也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 便往艺术相关的方面培养他 迪丽热巴也没有让父亲失望 从小便学会了小钢琴 小提琴 吉他和跳舞 展现出极高的天赋 不同于其他的孩子 迪丽热巴从小便有非常繁重的学习任务 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 唱歌跳舞占据了他每天闲暇的时光 但是迪丽热巴并没有逃避过 每天的学习和辛苦 他每天都出色地完成父亲所布置的任务 看到如此多才多艺的小姑娘 邻居也纷纷赞扬这个不怕吃苦 积极努力的孩子 不仅对他喜爱有加 也认为他长大以后一定能有一番作为 2001年 父亲带着9岁的迪丽热巴 参加了新疆艺术学院考试 这所学校的位置就好像北电一样 培养出了很多明星 可以说如果考上这所学校 就踏进了娱乐圈的门槛 迪丽热巴依靠自己甜美的长相和能歌善舞的实力 十分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开始了长达6年芭蕾舞和民族舞的学习 不过出乎他意料的是 他以为那只是一个兴趣培训班 而且实际上却是一个专业的院校 枯燥 日复一日的训练 让许多人感到身心疲惫 甚至有人想要放弃 但是迪丽热巴依靠自己对跳舞深深的热爱坚持了下来 不管再苦再累 他都没有想过放弃 他的童年时光 几乎都是用在了跳舞上 02 从舞蹈演员到影视演员的转变 2007年 15岁的迪丽热巴结束了6年的学习时光 因为他的成绩优异 他毕业之后便成为了新疆歌舞团 一名专业的舞蹈演员 经过6年的舞蹈训练 此时的他平平欲力 气质不足 加上他精致的长相 理所当然的成为了门面担当 多处代表团里参加各种活动 就连当地政府也把迪丽热巴 参加第八届全民运动会的照片放进了 宣传新疆的的广告中 小小年纪便有了这样的成就 可以说他当时已经站在了 大多数人一辈子也到不了的高度 但是他自己并不满意当下的工作 因为每天的工作或许枯燥 慢慢的迪丽热巴也厌倦了这种生活 他想换一种生活方式 换一种新鲜感 也不想自己一辈子都待在这里 2009年 他辞去了这份让旁人羡慕的工作 放弃了这个铁饭碗 他决定报考中央音乐学院 完成他的钢琴梦想 同时他自己也想离开 生活了一十多年的新疆 他想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丰富自己的眼界 但是由于少数民族的考学政策 他无法直接报考中央音乐学院 无奈之下他只能先去东北师范大学民族学院 读一年预科 第二年再考中央音乐学院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 迪丽热巴参加了吉林省少数民族新歌大赛 凭借自己能歌善舞的特长 获得了省级三等奖 此时的迪丽热巴一门心思想养钢琴专业发展 一位钢琴老师彻底改变了迪丽热巴的人生轨迹 他表示迪丽热巴长相标准 气质超群 可以考虑做演员 03 放弃钢琴老师的机会 奔向做演员的梦想 迪丽热巴当即醒悟 他以前只是把钢琴作为自己的梦想 但是没想过每天坐在钢琴面前 依旧是枯燥乏味的 做演员还可以丰富自己的眼界 每天接触不同的事物 这可比弹钢琴有趣多了 于是在考学的时候 他放弃了中央音乐学院 报考了中系和上系两所顶尖的学府 他的实力再一次被见证 这两所顶尖学府都录取了他 他思索再三 感觉上海对他的吸引力更大 他便孤身一人来到了上海 就读了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戏剧影视专业 与此同时 他的梦想也发生了改变 他想要做一位出色的演员 零四 迪丽热巴的演艺之路开始 2010年 陆川导演为新电影《王的盛宴》挑选女主角鱼姬 迪丽热巴自然不想放弃这个机会 他也报名了这次海选 现在美女如云 让人眼花缭乱 其中出了迪丽热巴 还有一位新疆美女格外引人注目 那便是鼓励那扎 只可惜这两位来自新疆的美女都没有被选中 迪丽热巴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拿到 原因是迪丽热巴长相太过抑郁风情 与鱼姬这位历史人物不符 不过她精致的五官还是没少人们的目光 也获得一定的曝光度 2011年 新疆电视台为庆祝建党90周年 特意拍了一部红色电视剧《阿纳尔罕》 这部剧的导演和制片人看上了迪丽热巴的长相 认为她的形象非常适合出演温柔善良的女主角阿纳尔罕 在剧中为了更好的还原历史 迪丽热巴并没有画上精致的妆容 而是非常暗淡的妆 这极大的隐藏了迪丽热巴的美貌 但是她并不在乎 在炎热的夏季 面对烈日的暴晒 她也没有较苦 一心一意的只想把角色演到最好 迪丽热巴如此敬业的态度让导演刮目相看 她想不到一个新人能有如此敬业的态度 后来电视剧在央视一套黄金档播出 立刻引起巨大的反响 也赢得观众的一致好评 迪丽热巴作为女主角 加上她不错的演技自然 也受到了不少的关注 可是由于选材的问题 这部电影并没有受到太多年轻人的关注 因此迪丽热巴的热度并没有就此打开 2012年 刘诗诗 彭于晏主演的电视剧《风中奇缘》中 导演需要找一位能歌善舞的抑郁美女利基 经过寻找 她一眼就看中了迪丽热巴 这个角色就像为迪丽热巴量申定做的一样 能歌善舞 抑郁美女 这两个要求迪丽热巴全都完美符合 虽然她在电视剧中只是一个小配角 戏份也不多 不过她完美的舞姿 精致的面容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5 资本的肯定 迪丽热巴迎来了新的机遇 同年 杨幂成立工作室 准备筹拍青春网剧《威音时代》 迪丽热巴前去试镜 被杨幂一眼看中 随即递上了一份签约合同 她认为迪丽热巴身上隐藏着巨大的潜能 终有一日能爆发出来 大红大紫 她自然不想错过这棵摇钱树 迪丽热巴的成功也离不开杨幂 签约之后 迪丽热巴成了杨幂重点培养的对象 将所有的好资源全都给了迪丽热巴 2013年 杨幂主演电视剧《古剑奇谈》 她为迪丽热巴争取到一个角色 这部剧集结了当时流量的顶住杨幂和李一峰 这部剧想不火都难 可惜的是迪丽热巴并没有依靠这部 剧《二大红大紫》 因为她在剧中的造型极大限制了她的美貌 并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后来杨幂生子便没有经历去料理公司的事情 迪丽热巴也就失去了好资源 只能扮演一些小角色 在《美人制造爱的阶梯》 《秘光之恋》这些电视剧中 迪丽热巴都是扮演倾国倾城的大美女 只可惜电视剧没有热度 所以迪丽热巴的事业也并没有什么起色 2015年 杨幂復出继续培养迪丽热巴 用自己在影视圈的资源为迪丽热巴 争取到《克拉恋人》中女二的角色高文 这部剧可以说是迪丽热巴的转折点 剧中她虽然是女二的角色 但是风头完全盖过了女主角唐嫣 这部剧也让迪丽热巴名声大噪 这部剧也让迪丽热巴 获得当年国剧盛典最受欢迎新人女演员奖 这是对迪丽热巴最好的肯定 随着迪丽热巴的大火 杨幂依然没有吝啬手机的资源 决定帮迪丽热巴更上一层楼 在傲慢与偏见麻辣变形记忆中 迪丽热巴精彩的表演再次赢得人们的喜爱 2017年 杨幂主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她把九尾红胡白凤九这个角色给了迪丽热巴 剧中的她淡雅的妆容 精致的造型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迪丽热巴也正式迎来自己事业的巅峰 2018年末 她成为第一位九零后精英女神 但是很多人对此表示质疑 当时竞争这个奖项的有刘涛 孙丽和杨子 每一位都自己自己的代表作 但是迪丽热巴却没有 演技也不如那几位 此时便有不少人认为迪丽热巴只是一个花瓶 并没有任何出彩的地方 她自己也表示目前的处境有些背离初衷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影视圈 很难做到独善其身 现在迪丽热巴的处境也更困难 前有杨幂 刘诗诗 后有关小彤 张子峰 她家在中间却是进退两难 无论如何 我们都祝福迪丽热巴 祝她早日找到自己的定位 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梦想 请点击订阅按钮更新我们下一个有趣的新闻和分享视频 您的支持是我们创造更具吸引力的下一个产品的动力和灵感 感谢观看视频 感谢观看